我扶好了 老保護妹了 還吃了 放死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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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護妹呢 這個人平時最老實在笑 今天是真的 真傻 老實交錢不就行了吧 這些人咋是咱們能得出的錢呀 沒酒 這小子今天是吃臭藥了 笑起笑起得了 別打死 不是 誰給咱們兄弟們買酒喝呀 聽見了沒 我老大發話了 小子今天找揍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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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tient 筋體不該扔我 腦子在這地下混得這麼大情 碰到的一瓶多了便 你還不錯啊 上 說 uf × mich 这真的是傻小子琴珍 我也没做梦啊 三年级戏已到 你该对线承诺了 这三年来 我们不自身的力量 不借助家族的资产 从二白的和倩也见过 他从来也没有嫌疏过 这次啊 你怎么还接受 好 儿子 我同意你把苏倩学带回家了 这场好赌 可是我赢了 行政少爷 我们的速度也挺快 不愧是当全球首付 秦夫人听说 邵夫人是开公司的 就买下了政城最大的喜悦 市值一千亿亿利的地豪集团 作为见面礼 由您转交 这个是地豪集团董事长的身份班 我满意 夫人说他在京城等您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您的贴身秘书 辅佐您的一切事 走吧 送我去显身秘书 我终于能完成我的诺言 给倩雪一个 我要马上到死 这礼物 倩雪一定会喜欢的 老 你们干什么呢 我早就说 你不要穿成这个样子来见我 让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 我是一时期动 所以忘了换了 你来帮我做什么 老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这里面是 这里面该不会是一个 一块钱的发卡吧 你老公还真是同心未遇 秦震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要再把这种垃圾 拿到我的面前 我们离婚吧 你什么意思 秦震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掌管这景圣集团身价过千万 而你 只是一个奴隶工 我苏倩雪心中的账 绝不是你这种 我苏倩雪心中的账 绝不是你这种 原来你一直是这么看 只要你跟你很废物 我答应你的脸 立马打了一招 秦震 没有物质的感情就是一盆 是你自己的 让我才和你离婚的 已经生出户了 车子房子都归我 你今晚就从我家搬出去 你和我 就是为了这 给你两千万的高少爷 你拿什么跟高少爷 高市集团市值过一 他可以给我真金白银 可以帮我拿到地豪集团的合同 而你 你只会拿这种拉鸡来护博我 两千万 地豪集团 如果我 这些东西 你厌 甚至比这位高少爷给你的更兴趣 你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是你自己没用我才和你离婚的 我原以为你只是没本事 挺喜欢还是好 没想到 是我看错了 你就是个只会打嘴炮的窝囊废 离婚的事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通知你 亲自吧 好 离婚 我早晚 三年之 终究还是五八一了 秦少爷 我奉夫人之命再次等您 地豪集团的全部股份已经转入您的名下 是自留还是转赠 全凭您的心意 公司 地豪集团一 三日之后举办名流宴会 也请自方 谢 什么 地豪集团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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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豪集团一旦变动 整个政城商界都会 我命令你即刻赶往地豪集团 把我们高家的传家之宝献给那位大人 我必须马上 马上 正 变迁了 我一直等待的 这终于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和瑞帮建议 关系高家能不能上市 就看这次了 马上背后礼 董事长 属下马上去接您 好 不着急 哟 这不是政城 鼎鼎有名的第一窝囊费吗 怎么 被倩雪修了 没人养你 抬着地豪集团找工作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秦政 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 和我离婚和你找工作是应该的 但是不应该来这 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 好高无有的性格 苏总 我们既然已经 你有什么资格来战胜我们的世界 你难道说错了吗 我这都是为你 要学历 你有文凭吗 要能力 你活着经验吗 就你这种人我锦盛集团都不会要 更别说是地豪集团 这句话呢 倩雪说得对 我们高兴 是这地豪集团的御用 要不然 你求求 我帮你说两句好话 给你在这儿安排一个打扫客战 你还不赶快谢谢高手 在地豪集团扫地 可比你干专强落落 说不定啊 你就成为你家最出息的人了 这种祖坟冒清烟的好事 你还不赶快跪下接着 这种好事还是你们自己 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秦镇的事情 轮不到你们来过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的目的 你跟着我来这儿 不就是想要求我不要和你离婚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不 老子 我知道你很不甘心 但我是身价千万的 而你只是一个搬砖的 你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雷转 你懂吗 第一 我不是跟着你 我来地豪集团那是用我自己的事情 第二 做人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 这第三 你们 已经吵到了我的眼睛 可以滚了 你 秦镇 我刚刚没听错吧 你说什么呀 你来地豪集团有事 就你这么一个废话 能跟地豪集团这什么关系 啊 对 你该不是来这儿收废品了吧 垃圾配垃圾 秦镇 多人贵有自知知名其他师弟 你一个废物 离了我估计连吃饭都是问题 我们提醒你也是为了你呀 你问是自己鬼 还是我派人把你们扔了 你是不是离婚离傻吗 这里可是递好集团的地盘 你有什么测在这里讲 高少 秦镇你疯了 你敢打我 今天就废了你的四肢 打了你的舌头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来人 在你们地豪集团闹市 打你们合作商 打完呢 高少 有什么吩咐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合作商的事 这个人在你们地豪集团地盘上闹市 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打出去 先砸人等 不得再地豪集团搜流 赶紧离 真是什么人都敢来地豪集团 撒人的晦气 你确定 不问我的身份就把我赶回去 呸 你一个臭农民工有什么身份 看看 这儿的保安都是你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政策都普及在我们地豪集团脚下 是龙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你得给我趴着 更何况是条港 来人 打出去 秦阵 从前你头上顶着我肃欠雪帐 和你 别人还会给你 现在 你就是个人人都可以捏死马蚁 哪来的脸这么狠 你现在马上向高少磕头认错 我就帮你求求请 也不至于缺胳膊 少腿的 褲林飞 马上下来 褲林飞 让你装逼你了 你知道褲林飞是谁 褲林飞可是经常触及到那小姐 褲氏集团真正的幕后长的男人 22岁就带领褲氏集团走向了国际 您在商业领域跟自己 从你嘴里简直 对他简直就是一种 褲林飞 他可是我的偶像 商界上谁人不知他的名字 可惜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处 他怎么会搭理你一个农民工 据我所知 这褲林飞就是被褲林飞所收购 你这个消息 查得倒是挺仔细 只不过 实力 等我把我们高氏集团的传家宝 献给初董市场 到时候 我们高家跟地豪集团的合作 就能更深 我高家上市只云可待 而你 你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赖泥 那高家可就要一飞冲天了 我可就指望高少 多多提携了 好多 傻偿 地豪集团 不与素质低下的垃圾手作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给我赶出去 登上 腿打断 入手 曹总 这人来闹事 曹总 曹总 我是来给初董线口的 这个 是我们高家市台相同的庄家宝 曹 过会儿 希望你能在初董的一起 冬冬的连起来 闹什么呀 要是惊动了董事长 看你们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曹总 都是这个废 这个废物在地豪集团闹事 非大爷不次能让楚林飞 楚总让他下来 草子 你知不知道 这位可是地豪集团的曹总 你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遍 你也算是死了吧 秦镇 你连曹总都惊动了 你是撤死吧 你尚赶着找死 我也救不了你 敢问您是 秦镇秦上 啊 秦上 你是楚总 还来接你 他就是一个穷小子 怎么可能认识楚总 刚才绝对是骗你的 没错 虽然说家丑不可外言 但我实在不忍心 曹总被一个废物所获得 虽然是我前夫 我们结婚三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他就是个连老婆 孩子都养不起的窝囊肺 曹总 您胡退 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谁也高低的东西 现在起 你开除了 滚 这地豪集团有这种垃圾合作商 我很是通信 明白 从现在地豪集团不欢迎高速 曹总 你确定要护着这个废物吗 我们高家可是地豪集团的合作商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废物 高家的面子 高家算是 就是你父亲来了 别在跪着头说话 高 你们高家每年百分之八十的盈利 都是依靠地豪集团 你的 高家马上 走 刚才是我说话不对 东哥 东哥 你先小心 我求你 我求你放过高家一次 地豪集团 不予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 从今天起 地豪集团 停止与高家的一切商业网络 所有进行中和筹备中的项目 全部给我交替 以后 高家别他们小子地豪集团 再挣到一分钱 先前的 他妈是什么东西 敢说这种话 心事好今天斗死你 保护秦兽 放开我 算是什么东西 秦兽 马上 刚刚一出 才会被强媒送回的吧 连住厨祖 接着臭伤的东西 你也不把厨祖知道 现在就去找厨祖 你是不是脑子又坑了 行了 我以惩合论者 走吧 曹德胜 你滚 高少 我们怎么办 他一个废友 还能翻闪天不去 他不知道从哪找来的什么 爸介绍曹德胜 老子现在就去见 等我把高家的传家宝 给现实得到他的青睐 就是个屁 没错 帝豪集团刚刚一出 一定会来一次大换血 曹德胜这个总裁 必定首当其冲 等我见回了楚永飞 会罢了他的屁捕车 董事长 后天的宴会上 我会向众人公布您的身份 楚总 高家大少爷高阳 以及紧盛集团总裁苏先生求见您 告诉高家 帝豪集团不已送去低下的垃圾盒子 秦少爷的话就是我的话 是 你怎么一个臭王 敢这么对本少爷 我告诉你 我不仅是你们帝豪集团的合作商 我还是过来给出租送礼物的 在帝豪集团面前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董事长说了 帝豪集团不合素质低下的垃圾 这怎么和秦正说的一样 什么都是你 你俩总坏我好事 放开 你们高家 扔出去 秦正 你给我等着秦正 高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问我问谁 妈 敢把老子赶出来 我就不信了 就在车上等着 秦正那个飞 早晚也得被赶出来 董事长 慢走 秦正怎么可能买得出这样的豪车 难道他真和帝豪集团有什么关系不成 如果这是真的 我和他还没有领离婚证呢 怎么可能 你跟他结婚三年 他要真跟帝豪集团有关系 你怎么知道吗 没错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那他的钱是哪来的 他是不是 我的钱 先买个房子姐 哎呀妈 你跟他像不像姐夫呀 什么姐夫 你姐已经和这个废物离婚了 可是妈 这车起码成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哎呀 哎呀 走看看去 秦先生您在这里签个字后呀 这套房子就是属于您的了 好啊你 你这个被我女儿修了死 再拿钱交出来 什么钱 用钱呢 你装什么 你那儿来的钱买了 不就是偷我姐吗 就是 就是 和我女儿结婚三年 现在离婚了 我们苏家不找你要赔偿就是 还敢花过女儿的钱 我从来没有花过苏倩雪一本钱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给她打电话 妈 她居然这么不舍 咱们就自己搜 搜 她拿出来 你 我没教养的东西 既然你妈不知道教你 那我就亲自来教你 你干嘛 我 我可是你小舅子 从前我看在你是苏倩雪弟弟的份上 我臭属对你人家 你犯了错误我来替你背黑锅 你欠了毒 再我来替你玩 就这样 依旧美智对我人仇 现在 我和苏倩就离开了 你他妈看了什么东西 好啊 我都看着我也是什么东西 现在旋连 亲世的舅子和亲家母一样 一样很大 把房产就还我 不给 这是我的 就是 那辆车也是我们的 房产正在我手 房子就是我的 你还敢从我这个老婆子手里抢走 不差 我告诉你姓秦的 我已经给我姐发了消息了 你要是敢乱来 我就让我姐收拾 秦正 你偷了我的钱 还想对我妈和我弟动手不抄 我倒是好奇 我什么时候偷了你 我刚查过 我账户上的钱全部不一而非了 不是你偷的还能是钱 我们已经离关了 你偷我的钱就是在犯罪 我已经报警了 你要是现在把钱交出 再向我妈和我弟道歉 我就既往不咎饶你 姐 就是他偷了 你怎么要清凉了他 我要让他未许可同意错 竟然还敢和我顶此 跪下 跪下 就你们也配让秦少爷下跪 就你们也配让秦少爷下跪 警察先生来得正好 这下付了我姐的钱 你们快把他抓走 这种人就应该枪毙 你一定不要轻人了 这个人要红你 这是你 竟然要比我姐还美 苏小姐 鼎盛集团总裁苏倩雪 秦少爷的前妻 什么意思 你说秦少爷偷了我的钱 没错 他买房买车的钱 都是从我站头来的 据我调查 苏小姐资产一千三百万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我女儿可是谨盛集团的总裁 年纪轻轻就身价千万 可不是这个废话 一千万啊 既然如此 挂了苏小姐丢钱一事 和秦少爷无关 这位小姐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来着 但你说话最好拿出证据 很简单 秦少爷停在门口的那辆车 驾之一行四百万 你 秦先生刚购买的是我们天东发园的一号别墅 相信你们都应该听说过这个别墅的传说 它是整个政城最豪华的庄园别墅 价值 三个亿 三个亿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能花三个亿买豪宅的人 会去偷区区的一千吗 不是我贬低你啊 苏小姐 实在是你的那点资产 不足秦先生花出去了 怎么可能 他和我离婚之前就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这就不劳你关心了 我呢 好心帮你调查了一下 你的弟弟苏浩宇 一周前欠下了一千万的股价 昨天刚刚还清了 你的钱去哪了 我想你应该问一下 是你偷了我的钱 警察先生 我抓到苏莲花女士和苏浩宇先生 联合嫁祸秦镇先生 意图诈骗人民币一千三百万 这是证据 国防拒绝条件 直接起来 姐姐姐 我欠了土针 我要是不给人钱 他们他们就会杀了我 姐姐你想要办法 我不想去坐牢 女儿啊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要救救我呀 女儿 秦先生 这是您的东西 谢谢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是在故意抱负我对不对 就因为我和你离婚 你就把我妈和我弟送去监狱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 我说你怎么那么爽快就答应和我离婚 原来是勾带上了别的女人 这位小姐 你可别被这个男人给骗了 他就是个吃暖饭 那点本事都没了 和我结婚三年只会习做法 就是个窝囊废 我们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你妈妈和弟弟还在 谁说 我们才刚刚离婚 也就孤大上别的女人 你对得起我吗 朱倩雪 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你就和高原孤大在一起 你对得起我吗 我是为了我的事业才这么做 我知和你不一样 希望秦少爷不要怪罪我自作主张 你怎么了 夫人吩咐我一件事情 我来问一下您的主意 好 回公司说 董事长 夫人收购了地豪集团 同时启动了一项赤资十五亿的欢乐股项目 需要您来确定项目开发的地位 有这儿吧 是 我马上去安排拆迁事宜 对了董事长 郑城与建筑相关的企业都在争取这次项目 楼下大厅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您要不要下去看一面 不见了 这件事就交易 是 后天的宴会上 一是公布您的身份 二是确定宽乐股项目的合作伙伴 林丽说 你说我们能成功吗 地豪集团刚刚一出 就抛出了十五个亿的大项目 我们锦盛集团哪怕是从中拷下一点的颜角量 你足够我们大转一笔 您年纪轻轻就成立了锦盛集团 地豪集团一定能看到您的游戏 如果我们能和地豪集团合作 那锦盛集团一飞冲天了 秦镇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竟然跟着我跟到了地豪集团 秦镇 我们苏总已经和你合婚了 我知道你不该死 毕竟我们苏总是身价千万好成绩 而你 只是一个臭丸专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还是早就认清现实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这般痴惨我 不就是想做我婚 你绝不会同意我 我只是想说 我并不是来找你的 你别装了 自从我们离婚 你处处找我妈了 先是故意找了个女人陪你演一场戏 还让我吃起 又是把我妈和我弟弟送进了间鱼 想要让我求你 好借机提出复婚的要求 你这个军心叵测的奶奶 我不会让你得成 我们苏总马上就要和弟好几团 那个时候 整个郑城都要仰望我们苏总的姿态 以他的实力和美貌 注定要站在人端 受万人击 而你 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谱 根本上的 只会成为他的屋 你也是来就关了广项目吗 你还真是居心叵测 竟然调查得如此之深 你跟着我来这儿 是想要从中破坏是吗 秦镇 做人可以没有本事 但不能握住 你今天必须从我家搬走 不然我把你的东西都扔出去 什么都没做就被臭骂了一段 真是太远了 苏献雪 等到明天的宴会上 你就会知道一切 我终于知道秦夫人的良苦用心了 什么 秦夫人说过 您最大的弱点就是太重庆 很显然 您的这份用情给错了人 秦镇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让我今天晚上搬东西走吗 秦镇 高阳都告诉我了 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地豪集团 我们之前才会被赶出去 很可能因为你 我连地豪集团的合作都打不倒 你就那么相信 我不相信能帮我的高手 难道相信你这个只会拖累我的废物吗 你连累我参加不了地豪集团的宴会 我只不去求高手 不然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吗 我就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有我在你完全不用求别人了 你不是想去地豪集团的宴会吗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这是明天宴会的邀请函 你是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你还不如说你是一皇大帝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拿这种东西来骗我 你知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笑我 别人都说我从前去嫁给了一个废物 我和你结婚三年 你就浪费了我三年的情绪 现在我和你离婚了 我还要受一个家里 就是我人生的污点 凭什么拿我的照片 嘿 我们还没有领理我这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了 你就是想从这种东西来骗 好像我不跟你离婚了 我们离婚吧 你要和我离婚 你要和我离婚 你不是想去地豪集团的宴会吧 我成全 就当做是我 最后给你的 本事没 消化的计数 倒是越来越高了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一个问题 本来想认 明天可以跟你俩 可惜啊 你没给我这机会 既然你想 我把你 也计 你也计算 请正 从今天起 我们就这时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这儿 变旋 我妈妈还在家等着见未来儿媳妇呢 上车 你这个废物 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吧 知道配不上倩雪跟他比较 倩雪马上就要嫁率高 还会给我生一个大部分 而你 连参加我们公演 以后半辈子 秦少爷 这个怎么搞什么鬼 秦少爷 这些是我为你挑选的未婚妻 这次可一定要擦亮眼睛 别再把鱼目当珍珠了 你什么意思 秦正 这些女人是谁 你是在侮辱我吗 苏小姐想要讨一杯喜酒喝 我们秦少爷自然是欢迎的 毕竟啊 我们可不像某些人 小能小户出来的东西 抠嗽的 跟老太太似的 你他妈敢说我 老子可是高家少爷 你敢骂我 你他妈不要命了是吧 高家算什么东西 你这个 行了 我们走吧 你配他 高攀吗 妈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敢这么侮辱老子 等老子查出来 一定要让他跪下求饶 性秦的也是 因为雇了一帮演员 就能压回头 没有的东西 高手 帝豪集团的邀请函 能造假吗 你问这个作者 帝豪集团的邀请函 都有自己特应的红章 根本做不了假 今天来接秦正的车子 是帝豪集团的车牌号 帝豪集团的邀请函 都有自己特意的红章 根本做 秦正 你果然在骗我 什么帝豪集团董事长 你画连批 董事长 为您准备的宴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进去吧 好 请出示邀请函 本少爷还差你两个邀请函 秦志 你俩 黑格出现在我面前 找死是吧 你俩 黑格出现在我面前 找死是吧 你又打我 对少爷不竞争 长嘴 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你找死吗 秦正 宴会即将开始 请勿喧 否则取消宴会资格 秦正 你来做什么 你没有邀请函 根本进不去 这里可是帝豪集团 特意为心上人的 他们俩 一个搬车的穷光弹 一个来路不敌的 恐怕 人宴会邀请函是谁 哦 对 你来不成 至少啊 月章前邀请函 换进来不成 换进来不成 我倒要看看 地豪集团的人 会不会让你进 这是董事长 亲自盖章的 特急邀请函 你说这是 地豪集团董事长 亲自盖章的邀请函 是的 特急邀请函 只有一份 显示蓝色一张 请进 你怎么会有 特急邀请函 给了这两个废物 你知道特急邀请函 代表着什么吗 有了这个 我们想跟地豪集团 合作 简直轻而离去 那张邀请函 是秦正给我的 怎么可能 秦正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瞒了我什么 我是秦正 一直都是 本宿宴会 是由地豪集团去办 地豪集团 在不久之前 刚刚逸准 相信赛族的乐配 给我一样 特别好奇 我们马上就能 见到楚灵飞了 她一直都是 我的偶像 那样的琴女子 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才配当她的夫婿 楚灵飞从京城 来到郑城 那就说明郑城 一定也想要的东西 只要我们 跟紧她的步伐 想要起 那不是清风清风 没错 自从楚灵飞 22岁接管 然后她的每一次投资 都没有亏信 就是不知道 郑城到底哪里吸引了她 今天我来这个宴会 之行 我爸特意 对我 无关系 我们高家能不能上市 就跟她了 我们高家能不能上市 就跟她了 秦镇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我还是提醒你 这次来参会的 都是正常的大人 还有京城的楚灵飞 远不是你能掺和的 我劝你啊 还是躲在我的身后 老实点 别到时候惹了事 还要受你牵连 秦镇 就是苏总那个 我能飞前锋 看来苏总 这个前锋 还是旧情未脸了 一毫宴会 你都舍得带她来 秦镇 你这个废物 估计都被我孤男的 楚灵飞的名号 给吓上了 你笑什么 那么让我们特别欢迎 威胁上来 威胁上来 我笑 是因为我没有你这么丑 楚灵飞 你是地豪集团董事长 抱歉 让你们误会 地豪集团董事长 另有机人 我只不过是他的秘书 能让商业女王楚灵飞 当她的秘书 这位董事长 到底是何方 高家子孙 得行有失 应该承受代价 哇 谁 你他妈在外面 跟老子闯什么祸了 你好几款 不信一尖的一样 封杀我们高家 你都在外面 得罪谁了 哇 我 我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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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楚灵飞 你也敢得罪 就让他们原谅 就等着高家破产吧 我靠着全完了 我靠着全完了 苏千玄 现在 一刻后悔 秦镇 你没必要为了报复 接近勾的上楚灵飞 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 我知道你恨我和你离婚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所以你 婚内出轨错的还是我 我不想跟你专了这些 因为没有意 但你把别的女人 带到我的面积 要我扬位 你尊重过我吗 秦镇 那高阳呢 我们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你和高阳纠缠在一起 你尊重过我吗 总之我是为了你 要劝你离楚灵飞鱼 这个能力 根本不是你 他身份尊贵 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对你肯定只是玩玩而已 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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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资本让我看得起你 你看看在场的人 哪一个不比你有本事 我是锦胜集团的总裁 楚小姐年纪轻轻 就是一代商业女王 更别说像是地豪集团董事长那样神仙般的人物了 可你根本就是云里之别 你和这里的人都不是一个道子 你懂吗 地豪集团新任董事长是 帝豪集团新任董事长 秦镇先生 不可能 我早说过 你配他 公餐 喂 我都被骗了 他只是个骗子 他只是个骗子 曹德胜 怎么是他 怎么要检查 祖祖 你刚才说什么 二位警官 我是地豪集团总裁曹德胜 我在他们两个身边已经忍辱负重 潜伏了很久 终于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现在我指出 秦镇冒出帝豪集团董事长 这是地豪集团总裁曹德胜提 地豪集团是全球首富 秦岚女士收购 没错 这地豪集团就是我老妈送我的离婚礼物 你有什么证据 我去证明 我妈是我妈 我去查一下 曹总 今天要不是您来得及时 我们都被楚临飞那个婊子给骗了 那是你们白痴 叫秦镇那个窝团飞 扫个厕所他都没资源 还忘记当董事长 是是是 曹总您说的对 是是是 曹总您说的对 那个楚临飞 不好好在京城待着 还跑来跟我争取 真是一心一心 正好 明天把他和秦志一块给我送牢里去 这辈子都出 曹总 这楚临飞要是进去了 这地豪集团可就是您一个人说了算 大石河 还希望你多多提醒 齐少爷这里 我就说你没事吧 你要相信你妈的实力 能让我楚临飞打工的人 这世上 就他一个 也就他一个 对了 曹德胜 你打算怎么处理 通知下去 一 立即罢免曹德胜在地豪集团的总裁住的 二 彻查他在任期间所有经手的账户 三 核实结果之后 递交给警方 我之前一直在国外 所以并不清楚你的身份 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 你身为一代商业女王 为什么该要给我们那打工 因为秦夫人给的筹码实在是太高了 可我觉得你并不缺钱 我要的是一个人 有钱的想法呀 真是看不懂 堂堂全球首富的儿子 竟然还出来搬砖 这一搬 还搬了三年 体验生活吧 总是 有钱人的心思 你别猜 哎 这有个首富妈呀 简直是太爽了 这市值千亿的地豪集团 竟然只是随手送出的礼物 昨天有一位 神秘富豪 出资千亿 收购了地豪集团 这董事长的名讳 我要是说 下 所以你们最近最好少给我惹点事 要不然 就跟这话题一样 腻豪集团的口号 想成功 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仇 天一寸富三代 一日才能不失败 天睡地盘 天天当老板 加油加油加油 开工 什么时候地豪集团 成了传销组织 这就是正成排名第一 唯一一家价值千亿的企业了 佩服 真是佩服 佩服 真是佩服 行啊 你还敢越狱 马上报仇 把这二位千亿的诈骗犯 你再送进去 我已经报价 四头罗网的处货 竟敢冒充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曹德胜 你被开除了 开除我 你是个什么东西 开除 谁不知道你秦镇的名号 正成第一窝囊飞 你信不信我现在只有一句话 保证你他妈在正成混不下去 还敢在我这儿大放决策 我不知道我以地豪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小子 你穷疯了 你知不知道地豪集团值多少钱 一千个亿 你这辈子用的面额最大的也不会超过一千块钱 我怕告诉你 收购地豪集团的是全球首富 秦吏女士 你猜猜 为什么我也姓钱 这是董事长的身份颁证 你怎么会咬 这是董事长的身份颁证 你怎么会咬 因为 这个地豪集团 是发送的主 不不不不不可能 董事长 我早就听说您一名神武 曹德胜这个储货 还说 谁得罪了您 就像那个花瓶 我看 谁敢忘死的就是他 谁抱的奖 我抱的奖 但是都是 警察同志 这可不是误会 这家伙是为地豪集团的组 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中饱私拿 罗用公款两亿 礼杯 这个是曹德胜 贪污的证据 先走 秦总 秦总你同 秦也 秦也 你放飞马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秦也 我求你了 放我一马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 你记得麻烦让他赔一下这个花瓶 这可是他亲手撒碎的 大家伙都能当人 我能证明 我能证明 秦也 秦也 我求求你 放我一马 秦也 秦也 你 董事长 您这一路周车劳顿 我带您去休息吧 你 被开除了 我会听好 这段开除 我 这就是我妈给我找的相亲内向 这是秦夫人分付带的监听器 为了避免您相亲失败 还要可以议 半个小时之后呢 我就过来接您 你妈到底想做什么 等您回到京城 可以亲自问她 好 知道了 你好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 我叫秦震 你就是我爸说的 能改变我家族命运的人 穿得到的 还好 你也长得挺漂亮的 那是 既然是来相亲呢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你有房吗 有车吗 工资多少钱 既然要娶我 这房跟车都是必备的 房子郊区的我可不要 至少也得五百五十 车子嘛 太便宜的我也不开 太没面子 至少 至少一百万以上吧 哦对了 房跟车可不能有贷款了 我可不想过以后跟你一起还贷款的日子 彩礼我就不多要了 凑个掌 给你一趟好了 哦 对了 这婚后啊 我可不想要孩子 太影响身材了 容易走样 嗯 每周呢 我还要跟我的好姐妹去一趟夜店 一个能干涉我的私生活 哎 我忘了问了 做什么工作的 啊 呃 那个 我搬砖的 搬砖的 你搬砖的 你给我相什么亲的 你什么你 你搬砖能挣几个钱 一个月能有八千块吗 知不知道我脸上的化妆品 每个月都要三万多啊 你一个穷屌丝 拿得出来吗 你凶鬼还得相亲 真是当我身体 你就不能听我做 不就呢 我告诉你 咱们今天的相亲结束了 还有 今天咱们相过亲的事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嫌丢人 也不知道你有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你我之间绝 我这本心的玩意 你敢骂我 不是我是什么 行 行啊 还是个妈宝男是吧 你别装了 今天来跟我相亲 不就是看我长得好看吗 装什么 还不快滚 我在等车来接我 车 你这种人还能有车呢 不会是搬砖的卡车吧 真好 哇 这车真好花 看见没 这才是真男人该开的豪车 秦少爷 您刚买的天都花园一号别墅 已经打扫好了 我来接您过去 天都花园 一号别墅 您说的是不是那个价值西班类艺的 一号别墅 秦夫人怎么会给您找一个这么 取口的相亲对象 这谁跟楚秘书站在一起 都会自财行贵的 秦政哥哥 秦政哥哥 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随便说说道不道真的 其实 我觉得有钱没钱无所谓 想人好就行 我觉得我们两个 还挺合适的 可是我喜欢孩子 你又不能生 生 我能生 生一万个都行 而且 我以后绝对不会出土浪玩 加我全帮 保证把你伺候的 伤伤伺候的怎么样 我觉得嘛 你不配 秦政哥哥你去哪啊 我陪你一起去 秦政哥哥 秦政哥哥 秦董事长 明天早上 我来接您去地号集团 好 秦政哥 秦政哥 秦政 秦雪跟你离婚了 来找我说钱了 秀秀 你怎么在这 你就别装了 你是故意打听到 我在这上班 才跑来的 哎 不过我要提醒你去 我呢 作为秦雪最好的官衣 我是不可能让他再 跳进你这个 我是不可能让他再 跳进你这个 你误会了 我不是为了秦雪 来找你的 看来我之前想的是对的 什么 一早就看上我了 是不是 怪不得每次我去找秦雪 你都在 想在我跟前 说存在感 刚跟秦雪离婚 就上赶着来找我 你还真是个渣男 别再缠着我了 我是看不上你 要钱没钱 要钱没钱 不看见你就觉得晦气 我呢 和秦雪住在一起 所以你去找他的时候 我都在 你不别狡辩了 我早就发现你 在偷偷看我了 要不然你来这干什么 我是这的业主 哈哈哈哈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这儿 这儿可是正成最豪华的别墅区 最便宜的一套别墅 也要六千万 最贵的一号别墅 价值三个亿 就 你连这院子里的狗窝都买 你连这院子里的狗窝都买不起 说一不声 我你的老羞成怒 你上不哪里 你信不信我让这样的保安把你打出去 是有个实名制的文件 想进了 门都没有 欢迎一号别墅业主回家 祝您生活愉快 真抱歉 我还真就进来了 这一切坏了 哎 秦湛 我给你带路啊 忙了一天正好饿了 天都花园最出名的就是这儿的餐饮 正好可以去尝 快快快 一号别墅的业主已经到了啊 全部家伙事都带着 我们一定要展现天都物业热情 让尊贵的业主啊 感受到冰至如归 春暖花开的感觉 啊 啊 萧萧 哎 还真理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瞎唤有什么啊 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是这样 不想干就直说啊 有多少人争着抢着想来我们天都物业上班 啊 那些学历好 长得好 履历好的人 一抓一大马 我们随便挑 哎 我都不知道啊 当初是谁把你招进来 准备如初就算 工作态度还这么篮色 我是来找一号别墅业主的 你是不是得罪那位尊贵的业主了 我 我怎么 你被辞退了 要是那个业主 因为你 而对我们天都物业产生不好的想法 我一定会追究你法律责任 追究报警 我是他女朋友 眼睛眨都不眨 花三个亿买个别墅的人 是你男朋友 我们感情很好的 他马上就要娶我了 小小 有这层关系 你怎么不早点说 你这小丫头 这 真狗贴掉了 小小 我们天都物业有你在 那可是福星高照 那可是福星高照 行 小小 小小 走 咱们一块去见你的男朋友 行 秦正应该不至于一点辫子都不有吧 依旧我可是他前妻的闺蜜 走 请 看到那个男的没有 一看就是哪个业主的穷亲戚来蹭饭 我还是第一次见 来天都酒店吃饭是一个人 你说 这哪个业主 他身后不是跟着几个保镖保姆秘书 娟姐 你这么说不太好吧 人们只要做好服务就可以了 随便猜测客人生存是不礼貌 你倒是挺礼貌 那你去接待吧 先生 您吃点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招牌菜可以推荐 先生 我推荐您点虾子粉丝 虽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 但是很好吃的 还有其他的吗 先生 您可以点这个青炒年藕 余婚一素正好够您一个人吃的 这样算下来 这一餐是一千六百六十五元 什么 先生 这已经是我们店里最便宜的菜了 哎呀 这么便宜的菜都吃不起啊 也好意思来我们这消费 有些人进门前呢 也不知道先看看门槛高不高 自己够不够资格呀 你是在说我吗 我可没说你 但是如果你非要对号入座 那我也没办法 毕竟我们这消费的都是高质量的高端人士 跟您不宜 娟姐 别说了 怎么 打肿脸充胖子还不让人说了 没钱你就去吃地盘 别在这儿浪费我们时间 就他点这两盆菜 提早还没你跟他浪费的口水 你是在说我没钱吃饭 我说错了吗 两盆最便宜的菜你都嫌贵 哎 看到我这瓶红酒 这个呀 可是我服务的贵宾点的 一瓶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下招了吧 我想说 这未免也太便宜 这个黑白顶级鱼紫酱是你这的招牌 先生 这鱼紫酱一克一百元 是可以起卖的 想要装阔绍啊 也得看有没有那个十四 这样吧 给我零一斤 先生 这鱼紫酱是按客卖的 您这一斤得多少钱呢 哎 不多 还有这个天朝大黄鱼 十万一套是吧 给我来 青酒共半头鲍 给我来三只 啊 这天和蟹我喜欢吃 给我 也来三只 啊 野生大小罗好 给我来五只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两盘菜 还有他收了一支瓶 就给我上一盘 信号 这些 一共是五十一万一千 有钱 你 你这 脑子挺好 算得多 可惜啊 就是眼神 你说我眼瞎 我们这儿啊 可是先父节 父节 而且我们的安保团队 是世界节 想吃霸王餐吗 你得看自己 有没有两条 你得看自己 有没有两条 刷卡 没密码 刷卡成功 共消费五十一万一千元 祝您用餐愉快 密码 哪来的 是 您是一号别墅的业主 好之三亿的 一号别墅业主 行了 我饿了 找你上菜 好的先生 您稍等 由于您是尊贵客户 我需要向经理 请示一下 先生 您真的是我见过呀 最大方的客人了 那个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下次您想吃什么 直接跟我说 就不劳烦您再跑一趟了 我直接呀 给您送到家门口 上门服务 可是附带特殊服务的哟 太丑了 影响我的食欲 整整五十多万 这一单的业绩 就抵得上我一年的工资了 真是白白贫义的 经理 您快看看这个菜单 小小 也没看着 正忙着呢 就是一个菜单 这个事还麻烦我 新闻里面 你赶紧看看吧 这可不是小事啊 怎么会啊 我告诉你啊 一二真没啥事 我扣你这个月 讲给你去吧 又是个账单吗 金额虽然高了 但也不注意麻烦我了 经理 这是一号别墅业主的账单 一号别墅业主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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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小小啊 你叫维克利大东了 就准这个账单 我们马上升级做组长 快快快快去见他 我亲自见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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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怎么打我 他走 他走 你怎么打我 天鹿九家最一消费都要二十万钱 你一元挣得了那么多钱吗 一个穷鬼的穷 这块地你也敢踩 还没要求我来的 像白灵那样的女生 不要心 哎 做什么百日梦 天鹿九家最一号别墅的业主专门设立的吗 听说昨天一号别墅卖出去了 真的假的 你正好 我们高三又买房子的人 屈指高四 既然一号是太棒了 那说明本一号平息的人一定是你 你还怎么打的呀 大人误得到 你单单请问你 你还是滚开 大人误得到 你单单请问你 行 一年多前你被公司开除了 就没消息 我终于见到你了 德州 这一年多不见 还是一丝恶化的 秦镇 你还活着呀 当年老子一句话 就让你在正经找不到工作 师哥 你去当农民工了 秦哥 他说的事情怎么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没事 今天是请 西四江 白灵要求过来 就想春季赶我走 白灵 你被开除之后 白灵姐就被父母送出了国外 今天刚回来 今天刚回来 你不知道吗 你他妈装什么装 白灵回国 今天是我专门为他举办的欢迎会 你们这几个群圈小的发上来的样子 真他妈让人恶心呢 就是一听说欢迎会在天都酒店举办 这眼睛都冒绿光了吧 像你们这样还厚着脸皮来蹭一顿饭 不吹嘘一辈子了吧 像你们这样穷色的垃圾 我见得多了 没有钱就不能回来见老同事了吗 是白灵要求我们来的 钱是我抛的 这宴会呀 是我举办的 关机 我回 你们怎么还不进去 白灵 同事们都到了就差你了 秦镇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白灵 那个穷酸小的哪里值得你惦记 我黄手套哪里配不上你 我黄手套哪里配不上你 白灵 黄手套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 刻意为你在天都酒店去办欢迎会 而这两个小子 两手空空 什么东西都没拿 连礼物都没有 黄手套 我愿意来这儿 是为了和老朋友叙旧 不是为了来要礼物的 你别建议啊 白灵 你想要什么礼物 你偷的去 白灵平常用的东西随便一件 你这辈子都买不起 就是 我想要个孩子 白灵 这是重金求子 重金 也不是不可以 白灵 老子才是你的未婚妇 我没有同意 我没有同意 运势的不算死 陈镇 天都酒店 只为天都花爱那夜处开放 我没有邀请你来 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 我滚出去 我没有邀请你来 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 我滚出去 黄手套 陈镇是我邀请过来的客户 你没有全力赶他走 白灵 今天 今天一天为你去办欢迎会 这小子呢 他能吗 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这小子他背不上你 预定天都酒会包香的人 那可是身份和财富的相声 而是全一不可怕 白灵小姐 像黄少这样的青年才卷 岂是这种阿娃娃娃 我可以相提命论的 你可不能糊涂 白灵 你爸昨天求我 让我帮他预定天都酒店的包香 来宴起 今天能不能办成 白灵的事情 就付了我 我来替他准备 其实 你不会要帮白灵 预定天都酒店的包香吧 这里的最低消费 可能要二十万钱 你根本就消费不起 更何况 天都酒店 只有天都花园的业 才有这个预定 整个正常能买得起 天都花园的人 嘹嘹的心 你根本什么都 你敢挖下海口 亲爱 你真是越来越好笑 你笑死我得了 白灵 说他信吗 他信 他是不是说什么话你都信呢 他说他会非你信吗 秦镇 你不是要帮白灵吗 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缝 尊贵的一号别墅业主 你好 我是天都酒店的经理 您可以叫我小孙 我是天都酒店的经理 您可以叫我小孙 非常感谢您赏脸 能光临我们酒店 您的到来 是我们的酒店 蓬币生辉啊 你怎么在大军里面站 请 我带您去一号至尊宝乡 一号至尊宝乡 天都别说业主 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皇上可是酒后别说的业主 得罪了皇上 你们吃不了豆子汤 我现在请你立刻马上 先大人的给我清出去 那样我还能给你留点点 好的 其实 这不是 当时你悲尽心思的进来 也只做了一个 低流流的被感觉的价格 公主汤 你别太过分 没力 你必须得留下来 我答应 只要我搬开玉顶天 包厢 他明天就还嫁 你 你就是我的人 赶紧跟我过来 赶紧跟我过来 应力 还不赶紧动手 孙经理 这是干什么 我可是酒后便书的业主 孙经理 丁先生 请给我一步一号智能往下 好 我不可能是一号便书的业主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 请 请震 难道你不想我吗 我这次回国 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结婚了 我知道 你离婚了 如果一年前我跟你表白的话 你喜欢的会不会是我 你会不会舍不得我出国 为什么苏倩雪可以 我就不可以 我白灵差哪了 我不介意你什么事 不介意你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钱 你能给我一次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一号制作包衣就留给你用 这样你爸就不会为难你了 把我东西打包 我就不在这吃了 是 秦镇 让不了你的初恋 错过了你的初婚 这次我不会放弃了 你的孩子 我生病了 先生 先生 您的朋友已经走了 都发达了 你们这路灯怎么回事 怎么我走一路亮一路 是我们天都物业 专门为您定制的人脸识别系统 以后只要您晚上出现在天都花园 方圆五百米内 系统就会自动检测 专属灯光 就会为您开放 您看这个颜色 您要不喜欢 我们这边 还有蓝光 红光 绿光 我们这边 还有蓝光 红光 绿光 好好好 很喜欢 谢谢 完了 我亲这要是揭穿了怎么办呀 不应该说他是我男朋友的 您喜欢就好 我是天都物业的经理 这我小理智 我们天都物业就是您的专属主任 入住天都物业 保证让您满意 哎 你看啊 我为您配备了24小时的专属美女管理 帮您打扫打扫卫生 洗衣服 打扫地 暖暖 总之 您看十个够 还不够的话 你看啊 我可以给您增加24个 每天轮班制 给您保证每个小时的新鲜感 你问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每日送餐服务 您喜欢吃中餐 日餐 还是日料 还有这个夜餐 我 哎 这一定是 不然他为什么刚离婚就来我工作的地方 这一定是想追我 但是碍于欠雪的关系 不好意思 但是碍于欠雪的关系 不好意思 您养宠物吗 我们物业 还可以给您的宠物呀 提供固态化食物 半固态化食物 以及水态化食物 我没有 您有孩子吗 我们物业还可以帮您 接孩子 送孩子 养孩子 捕孩子 除了不能生孩子以外的任何 当然 如果您需要生的话 我们也可以 那个 我 您需要什么呢 您只要说出来 我们一定做到 我需要你闭嘴 哎 好 那个 还有事吗 还是我小小的 欠雪 离我差远 这么一个钻石王拉我都不要 那我就点为钱收了吧 我就要加入豪门了 以后我就要喝啥 小感情 我给秦志深的大大小 那他的钱不都是我 那他的钱不都是我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把您女朋友 安排你身边贴身工作 还是想他进入大企业工作 只要是在正常 任何集团 您随便挑 真的吗 经理 我想去哪上班都可以 当然 您是秦先生的女朋友 我们物业公司 一定为您鞠躬进费 你怎么在这儿 秦震 不用说了 我都懂了 你特意打听到 我在这儿上班 才花三个亿 把这儿的别墅满 只要你同意 放那套别墅 播放到我们上 我就答应 跟你在一起 你放心 以后啊 我不会再跟别的男友来玩 只要你每个月 给我一百万 两百万的零花钱 我以后啊 就加上了你 从今往后 我就不随意 怎么样 给我这样的女朋友 就不有福了 他有福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 以后不要让他出现在我家别墅店 啊不 你家床好商量的嘛 我敢吓我 你被开床了 你那眼睛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呀 我应该当父太太才对 他应该把钱都给我才对啊 先丢电啊 非 要我掉了好 那么结果就这么快 董事长 昨天的宴会被曹德胜破坏 所以关于分了股项目的合作伙伴 我会另行时间公布 还有 曹德胜已经被送进监狱 B号集团也已经发布了 关于曹德胜总裁之位被罢免的消息 B号集团也已经发布了 关于曹德胜总裁之位被罢免的消息 B号集团的总裁之位 在世纪有你单人 是 喂 爸 林飞啊 今天是你生日 记得要吃蛋糕啊 好 我知道了 丑秘所 跟我去个地方吧 好 高阳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把这个最新款的包包送给我 我就答应做女婆了 田丁 这个包 八万多的 拜托 你可是高家的少爷好不好 一个八万的包而已 你都买不起啊 高梁怎么 一个八万的包而已 你都买不起啊 他俩怎么凑到一块了 高家于昨日破产 不过高家 似乎在谋划着什么 也难了消息 怪不得呀 难怪这曾经的高少爷 现在买个包都在用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爱我 之前说的情话 都是骗我的 行政 别以为你责我 我零一天就没人要了 这位呢 就是高氏集团的少爷 等我嫁过去呀 我就是高氏集团的少爷 比你这个吃鵝鵝软饭的人啊 强多了 这不得不说 林小爷 也看着你王河高尚 真是行事 林强 我好心情 你要是听了他 别说去嫁入喉 可能他会 可能他会背上一身债 秦镇 你被人举报冒通地好几个字 要不是因为曹子 刚好偷睡 被抓进去 你以为你能从牢里出来 我去 别多说话 要不然我让你再准备这阵子下去 杨杨 我就是个好 只要你死 好咱们别让 不跟这种废物就成 秦镇 一个出软饭的男人也没什么机会 莫站在一起 你有什么 你不也是在哪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家马上就要拆迁了 等着拆迁会一下来 怎么的也都有三千万 高价呢 又马上就要上市 等我拿到这个钱 作为高价 我可就是豪本 当然跟你不一样 高价不是过程 你说什么 你还听这种辈子 胡说八道 你还听这种辈子 在这胡说八道 我知道了 他是忌骨 不过忌骨 从你比起来 他是高少这样的男人 更不得上我 打算 婷婷 拿着包 在哪 停 存在 睡 词 所以 怎么着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雪道姆子 但是你要可不乱说 卖外奔我高将不少 我让你吃 你去吃 你去吃 你去巨蚀 你看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林玉婷住在西边郊区 刚好是你晚上圈出的圈圈里 过了 看来高家是打算在破产消息 破产出去之前 再圈一个圈 你猜他下一步会是谁 你猜他下一步会是谁 苏倩雪 先生 请问您需要什么 今天来这儿呢 是为了给你挑一件生日礼物的 你来这儿是为了给我选生日礼物 嗯 先生小姐这边请 虽然林玉婷那个女人蠢 但我不想把钱 白白便宜了高雄 明白 我觉得欢乐谷周围留着一个旧小区 也有怀旧的意义 老不死的别挡道 这么宽散路 我没没挡着你 你个老不死的 你看呀你们就住在东边破烂小区 你看呀你们就是住在东边破烂小区 我呢可是住在西边新月小区 不过话说你们真是 别拆迁了我 我马上就是送了客户 所以呀我劝你们以后少走走 万一把你们都自己带着 影响我下落豪门 在那里起 别着急吗 别买身子 你骗子吃东西 这样你们家不炒一肚吃白饭吗 你混账 你敢骂我 行等我们家拆迁了 我让你们在这都弄不下去 快滚 李云婷 王子 你们家什么时候拆迁啊 我都在等着急啊 李云婷我告诉你 你都开的小区不拆迁了 你所在的小区不拆迁了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还要问问你得罪了谁 李豪集团的秦董事长亲自点名 李云婷所在的小区不得拆迁 李豪集团准备把拆迁的地方 往东偏移 正好是你们所在的小区 我们要拆迁了 你和你爸的病永久了 快 拆迁队伍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还不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谢谢主任 王子 你刚才说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姓什么 姓 是他一定是他 是他一定是他 姓正爷 秦站秦站 贤真 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结婚好不好 你就让我当你女朋友吧 我能给你生孩子真的 不好意思 你缺你 啊不缺你朋友 哎那你缺什么呀我什么都可以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什么身份 所以没有身份我可以 我能帮你暖唇呀 不行 倒是吃个好 哎 哎 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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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也行啊 只要待遇合适干什么都行 你慢点你等等我 秦站 今天是爷爷的八十大寿 我还没有跟他说我们离婚的事 你陪我演一场戏不要漏了线 晚上你就跟他说你要出差半年 半年内我会跟他说我们离婚的事实 安排到事情好 我今天去警察局问了一下 才知道你已经被放出来了 所以你很失望我被放出来 我警告你不要再做一些科门拐骗的事情 我可不想有个坐过牢的钱 进去吧 姐你吃饱了撑着把他带过来干净吗 你忘了他帮我送你监狱的事 你忘了他帮我送你监狱的事 又是 你爷爷八十大寿 你带这个废物干什么 还不想回去 妈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事了 今天爷爷要是不开心 别再想拿到衣服去 吃完饭赶紧给我走人 别喜欢你 我是为了爷爷姐太惨了 那是我爷爷 咱们 怎么跟你姐夫说话的 爷爷 修正废物能坐去 这小子 你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看我老头子了啊 什么神奇我老头子了 哪有 您看我还给你带礼物来 好 好 他能给什么好东西 一看就是聚牌活 这些没用的东西啊 这些没用的东西啊 待会再看 呵呵呵呵 高少 您可来了 来来来来 坐这坐这 就死 她是我孙女婿 她在这 是应该的 来的 这是我孙女婿 推的兽 下 高少啊 真是个有心人 高少可还真是大忙人 少赔一个 晚上救了 凤蓁 你以为你说这些 千许就会相信你 凤蓁 你别乱说 这没有你说话的几个 这没有你说话的几个 哎 高少 您上回说的那个能发财的项目是 我们高家跟地豪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 马上就要省事 我呢 说服了我老爸 你们书记不一种 我就是看在跟亲手的关系 要不然这种好事哪能够到 这可是这些大好事啊 这就是说 我们家早已没中天了 高少啊 就是比某些人强 我们亲手结婚是不是 不但毛美帮是 想不过不可 你想高少 给我们苏家负责 欣雪还不敢拍谢谢高少 要是骗钱还是想 欣欣 你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 还要是再诬蔑 心情自告 我哭得 这人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等我高家赏试了 高少 我卡的卡 来来来坐坐坐 姐姐 我已经警告你别再乱说话了 你再乱说就滚出去 谁敢让亲嫂子走 少 你是答应让我们入股高师集团了 这就是我跟倩主关系 所以才愿意带你一起话 那不跟你太好 你要是我姐夫就好 闭上你的臭嘴 你们竟然想录 不过我之前跟你说 拿个上 说话 说话 你说我公司全部的这笔 要是 那这笔记今天就断了 你们的公司买了丁高姐 高姐马上要算是 党费把钱买了是 孙先生 不快谁在骗你 孙先生 你不相信高少 你难道相信这个配武不成吗 孙先生 就算是被骗了 你也不会回吧 孙先生 到底想做什么 你一事无成 这一次我成功了 那锦盛集团 就可以进入上流圈子 这些你懂吗 可如果是你失败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自己考虑清楚 既然你还没有考虑清楚 那就在 我是不要 不过我爸你 我扑了今天 不过我爸那边 过了今天可不一定了 姐 你在想什么呀 你个死东西 就算我们被骗了 我们也是心甘情愿 你少管我们家的事 我看你 你就是怕我们家好 嫉妒 孙先生 赶紧给高少赔个不是 把钱给的呀 抱歉高少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这笔钱 确实不是小数 我已经决定入过了 确实 你考虑辛苦就行了 非正以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自己 你贱得多了 你老头子我 谁也不信 你说话 我贱得 孙先生 这高家上市的消息 你确定了 还有 这高家和地豪 其他的合作 为什么外界 没有一点点的消息 你这么轻易的 就把钱给了高洋 你到底 有没有在 老子在这 你到底有没有在 你难道相信这个废物 我能骗你吗 谁要你提供我 你明明你拿到地豪集团的合作 我现在也是他在爷爷的面子上在提醒 高家在昨天就已经破产了 至于他所说的什么高家和地豪集团 根本就是夫妻之谈 夫妻 这 废物 掐什么嘴 滚 滚出我家 那是老头是我的家 我不能让你在这儿欺负了亲小子 你还能当起 你可别让夫妻 我就是地豪集团的同事 至于你们高家昨天的破产 那是我历史的 你和地豪集团的合作 你以为你说的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地豪集团的鬼秀 原来他就是个骗子 你别被他的鬼号里骗了 就是 他要是地豪集团的 我就是欢迎 哈 嘿嘿嘿嘿 先打向收姿 仁ö 你怎么了 NET 更 Poor neighbor 喜闻心 又踢 姐 vehicles Tina 你瘋了 到時候 我們說著亮相 人不想 你 去不願 休息 我休息 聽什麼叫 老叫小師 哎高少 忘了告诉你了高少 这林玉婷他们家 说什么 你可以亲自去问 奶奶你老糊涂呀 害咱们这样白白浪费了一个挣钱的机会 妈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喂 什么 我的合作方案 听过了 谢谢您谢谢您 那我明天来地豪集团签合同 我和地豪集团 成功合作了 秦镇 今天呢 你就先在老宅子歇着 倩雪 来 跟奶奶来一趟 爷爷 你年纪都这么大了 以后得注意 可千万不能再这么生气了 你小子 老头子我虽然说年纪大 但我眼还没花 其实啊 我早就看到了 你和倩雪 你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吧 你和倩雪 你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吧 是我们苏家 对不起你呀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我知道你不是凡人 当年 我让你 取了倩雪 那是我 邪恩图报了 既然离了 那就离了吧 老爷子 您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 秦小子 你不用惦记我 有时间 你就回来看看我 就行了 去吧 做你自己的事情 秦少爷 秦夫人说 让我和您一起回京城 什么事 秦夫人给您订的是 明天一早的飞机 我知道了 秦正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后悔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复婚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是地豪旗堂的董事长 还是说 你奶奶认出了这个 祖先小五有给过你机会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我先走了 你好好就行 董事长 我来接你 您真的是 您真的是 地豪集团的董事长 姐夫 奶奶不是说了 今天晚上让您出家里吗 就是 一家人还走什么呀 走吧 女儿啊 你快去追呀 别让那个狐狸间都走了 姐 你快把姐夫追回来 我们已经离婚了 嗯 还有什么资格来下谈 前往京城的旅客 请注意 您乘坐的H99次航班 现在开始登机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 出示登机牌 准备登机 秦少爷 该走了 嗯 秦少爷 该走了 嗯 秦正 爷爷生病了 现在在医院 快回来吧 把医院的位置放过 李飞 我得先回去一趟 秦正 你来了 爷怎么样 昨天晚上从你走后 今天就一直咳嗽不止 因为到现在都没有行 医生 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但我们准备后事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我刚听到 你在机场 嗯 我要去京城 能不能不要走 我需要你 还有爷爷 秦正 我在京城等你 嗯 你要走了 我会带着爷爷 一起去京城治疗 可能情况会有些好转 那我呢 苏千雪 我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我也有我的使命要去完成 你不能跟着我 妈 好儿子 你怎么算是回来了 今天公司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儿子 妈遇到你点麻烦 妈怕牵连你啊 才让你回来的 你待在我身边呀 那些人不敢动你 你待在我身边呀 那些人不敢动你 谁呀 树大招风啊 儿子 我一个女人家握着那么大的商业帝国 任谁不想分一杯羹啊 你妈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谁也没有怕过 可是这次不一样 儿子 你听清楚了 这次想要我们公司的 是京城的地下霸主 天神殿地 从今天起 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天神殿地 好子 妈 你们去收拾他们 你小子我还不了解 杀只鸡都不敢 还能去打架 你乖乖待在我身边 哪些人还能杀了我不成 谁 看在我天神殿闹市 给我把他拿下 狗不实处 你怎么用 你 你是秦镇将军 三年不见 你们很是猖狂 是不是忘了这地下 究竟是谁了 今日 天神殿地 告诉那帮杂俗 我 秦镇回来了 叹陈天神殿主 叹陈去一趟秦氏集团 告诉我 这天神殿 是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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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